由花莲县警察局与花莲县少年辅导委员会 以及县体育会篮球委员会共同举办的111年 乐活青春杯三对三篮球动牛赛 顶着艳阳正式K打 吸引36队近150人参赛 其中不乏各校的校队主力 赛事水准颇高 赛事也结合了预防犯罪 法治教育宣导以及有奖侦达等活动 县警局希望青少年能够远离色赌毒等不当场所 度过一个健康的暑假生活 111年乐活青春杯三对三篮球斗牛赛 日前在花莲县警局前方篮球场举行 由陷阱局长戴崇贤 与篮球委员会主委魏佳燕 共同主持开球仪式后 比赛正式开始 这次比赛吸引了36队近150人参赛 而其中不乏各校校队主力 陷阱局更将赛事结合预防犯罪法治教育宣导 有奖侦达活动等等的内容 不仅为了提倡青少年正当休闲活动 以及提升篮球运动水准 更希望青少年能远离色赌 赌等不当场所 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暑假生活 而经过一天激战之后 由国风国中称霸国中组 花莲体中则称霸高中组 地址花莲市综合报道 地址花莲市维合 发生生命令 分岁